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课程 共小时期的音乐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几乎就是古典音乐的全部 原因也在于它和现在的流行音乐、通俗音乐太像了 尽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广泛、涉猎、巴洛克、古典、浪漫什么都听 但如果纵观音乐史这三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两三百年 只听共小时期的音乐是不是有点像是在同温城里欣赏 这也好像和很多人看照片一样也永远局限于古典绘画室的审美 到了20世纪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 20、21世纪的音乐虽然离我们很近 但是它们中的有些部分却是离大部分人最遥远的 甚至会让你瞠目结舌 我们先回到辣漫后期 我相信大家听了上节课的《马勒的第二交响乐》的结尾 都会被那种史诗般的气势震撼到了是吧 传统广弦乐在马勒、瓦格纳和理查、斯特劳斯那里发展到了巅峰的状态 注意哦这里不是写蓝色多脑河的那个约翰、斯特劳斯 和理查相比约翰简直就是有点弱了 理查、斯特劳斯和瓦格纳也在追求宏大的叙事和高潮迭起的影响 一次次的刷新和延长你对崇高感的体验 比如瓦格纳的歌剧长达16小时 这很像史诗般的电影《指环丸》系列 诶?我好像说的不对 并不是瓦格纳像指环丸 也许是指环丸像瓦格纳 因为这部瓦格纳歌剧系列就叫做《尼伯隆根的指环》 但是当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音消失在空中 人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之后 跨世纪的年轻作曲家要问了 我们又该何取何从呢? 那难道写一个更瓦格纳、更指环丸的音乐吗? 这不就是内卷了吗? 于是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希就出现了 他反其调而行之 他说收起你的崇高吧 音乐也许并不需要翻山越岭 然后摧毁魔戒、战胜黑暗 有时候音乐也许就是静静地坐在海边 看着远处的帆船适应实现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也许是静地坐在海边 这一段时间的解释 拜托的赞快乐 油脑的色风明 非常不过 如此 也许是静地胜黑暗 与海溜 Perform高均 这首曲子来自德彪熙的前奏曲集的第一本 名字叫《方》 它和浪漫派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是吧 浪漫派的旋律很长 经常一扬顿挫 跨度大 而这首曲子呢 你好像听不到完整的旋律 仅仅有旋律片段 这好像被海水反射的光线微微地闪烁着 整体和声的听感也非常的朦胧 飘忽不定 甚至你觉得它有点异样 不和谐 对艺术史比较了解的朋友 这种连绝好像就像印象派的油画梦幻缥缈 所以它被当时的评论家挂以印象主义音乐的标签 流传至今 但是德彪熙本人是很反对这个标签的 现在比较权威的音乐史书籍也倾向用象征主义来描述德彪熙的风格 因为德彪熙身边的朋友很多是象征主义的诗人 真正影响德彪熙的是象征派的诗歌 而并非印象派的油画 象征主义诗歌 主张用人的感受与自然物相连绝的表现形式 来展示个人平凡细微的生活体验和复杂变化的心情 这首曲子的旋律 就像是象征主义诗歌中被解构的语法 碎片化未完成 处处充满了不安的暗示 这首曲子的结尾 方消失了 给人留下一种没有结束的感觉 没有了浪漫拍式的满足感 但这是不是也用了另一种姿态让你回味无求了呢? 得标系的音乐审美 对于习惯了共享时期或者当下流行音乐的人来说 已经是不正常了 甚至很多朋友完全不能理解 和很多朋友第一次开始接触20世纪的视觉艺术作品当代摄影一样 也许他们都在你的审美光谱之外了 我建议大家先以开放的心态试着聆听 而不是一下子就拒绝他们 下面我们来介绍另一个20世纪作曲家 薰伯格 他前期的音乐始于浪漫派 但他的中后期作品也对浪漫派的前辈们发起了挑战 他说收起你们的小资和忧郁吧 人生有时的确存在好似指环王中的主人公Frodo和Sam 攀爬末日火山那样的场景 但是并非所有的攀爬都有完美的结局 并非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收获 我来用音乐稍微解释一下我的比喻 热漫派的作曲家常常用不和谐的音响 表现人生的艰难险阻 就好像在爬坡一样 比如伯拉姆斯的第一交响乐的开篇 而爬坡的情节常常是为了对比其他明亮的元素而设计的 一般来说浪漫派的作曲家不会整首曲子都有爬坡的不谐和感 比如不和谐的听感连续出现后就会收了回来 回到一个稍微和谐的收尾 像这第一句的结尾 好 这里逐渐开始收了回来 剧末回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和弦 而烂漫派作曲家的整首曲子的结尾 一般都会表现波云渐日的崇高感 或者最终的胜利 比如这首交响乐的结尾 就展现了一种凯旋而归的光明感 而薰伯格呢 他把这个美好的结局 好听的剧末收尾给完全去掉了 这样就无限放大了爬坡本身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五首管弦乐曲 Opus 16 作品16号中的第一首 这里到处都充满了不和谐的体感 不和谐再也不是为和谐做铺垫 而是曲子的本身 优异也再也不是一种小知情曲 为了光明而做的伏笔 而是生命的常态 而优异的极致也许就是愤怒 或者是破坏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愤怒的情绪一直持续到结尾 和伯拉姆斯的结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是吧 这也很符合艺术史上的表现主义的特质 所以薰伯格的音乐也被认为是表现主义音乐 这个标签用的导师恰当好处 薰伯格本人也画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字画像 这和表现主义的名作《蒙克》的呐喊对比 是不是还有点像呢? 当时的欧洲处在繁荣期 繁荣中还有一个专有名词 La Belle Epoque 《美好年代》来形容20世纪初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薰伯格的音乐好像把大家从迷闷中惊醒 20世纪并不是和人们想象的一样 生活会越来越好 它的音乐仿佛已经表现了 现代人要面对的无止境的焦虑 以及预示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么后来的后来呢? 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 后来的音乐精彩分成多元交融 和视觉艺术有着更为锦丽的东西